根据也门各方最新达成的协议,萨利赫签署协议后将把权力移交给副总统哈迪,萨利赫则担任名誉总统直到选出新总统。 今年初,也门局势陷入动荡以来,也门总统萨利赫曾多次拒绝在交权协议上签字。 后来总统府遭遇炮击,萨利赫出国疗伤三个月,回到也门之后,曾多次表示愿意交权,但却迟迟未采取实际行动。 在经过几个月的反复徘徊后,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昨天宣布,也门执政党与反对党达成调解协议,萨利赫同意交出总统权力。